那么从这样一个三个时期的这样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看到恩格斯当时说 日前首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 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 但又自己干不好的移植半解的人 以一个必要的支点 这就是他们写神圣家族 写得意性态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著作 就是让人们把他们已经研究透彻的世界观 告诉人们 而是人们当时都没搞清楚的这样一个东西 把它闪述出来 所以也是完整的介绍好思想 那么从这样一个三个阶段的研究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开阔 马克思这个时期哲学发展思想的一个特点 第一个马克思哲学的创造 它是经过了自我意识的批判 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 然后达到最后的综合 所以说自我意识的学说 法哲学和经济现象的分析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 它就构成了马克思实践维吾主义的创造的不同环节 这是我们从这个思想史的角度看 如果从逻辑的角度看 从逻辑的角度看 可以说这三个部分构成了马克思实践维吾主义的基本内容 基本内容 它的自我意识的批判 代表了一种哲学观念的变革 这是我们下面讲的时候 大家要着重注意的 代表它的就是说 一种哲学变革 它首先是思维方式的变革 那么这个思维方式变革是怎么发生的 马上是通过自我意识的批判来完成的 那么其次呢 任何一个哲学 它还有它的政治的内容 还有它的政治的内容 那么这个政治的内容 就是包括也就是说这个哲学本身的内容 除了它的思维方式以外 还有它的理论内容 这个理论内容 就包括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 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 以及在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里面 所形成的它的理论 它的理论提出了一系的理论 包括它的范畴 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这个第一个 也就是马克思的 如果我们把握这一点 就可以看到 马克思的时间唯物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 究竟是什么 不是我们用概念推演出来的 而是从它的历史发展 它自身的这个思想 创造到我们把它这个总结出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马克思这一个时期批判 它是以政治为中心的 以政治为中心的 把哲学的批判 政治的批判和宗教的批判融为一体 这一个呢 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品格 实践品格 可以说开展公开的 直接的政治的批判 是马克思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 最重要的特点 也是马克思能够形成自己哲学的最关键的一步 最关键的一步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所有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个思想家 思想家 他们当时对于这个黑格尔的这个青年黑格尔派来说 他们面对这个当时的这样一个 普鲁士王国的这个制度 对于这个德国思想的这样一个变革 他们的他们的论务就是提出来要把哲学批判 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联合起来 但是他们是离途用宗教批判和哲学批判 来代替政治批判 也就是说是用一种很隐晦的方式 思辨的方式来完成政治批判 和他们不同呢 马克思是直射自己的这样一个政治批判 他认为马克思认为应该通过政治批判 来完成哲学批判和宗教批判 所以这个刚好是不是导过来了 一个是用观念的这个一个革命 离途用观念的革命来代替现实的革命 一个呢要通过这个现实的变革 来完成观念的变革 来完成观念的变革 这就是马克思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 而且这一个思想呢 可以说是马克思形成新的世界观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法国大革命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他对抗这个十七世纪的这个形而上学的一个很重要特点 就提出来一个什么 哲学不能仅仅就是说研究自然科学的根据 不能仅仅这个形而上学不能只面对这个自然科学 而应该面对人类的实践生活 实践生活 要从实践生活当中提出他的理是什么 就是说要把这个理呢不能够从自然科学里面 用自然科学的功力啊把它推演出来 我的现实生活是什么样的 而是应该从现实生活当中去说明 我们的历史的本体是什么 人类的理性是什么 所以他是要建立一个关于历史 关于人类 关于政治的这样一门科学 而这样一门科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在这儿呢 只能通过政治的批判才是可能的 马克思的哲学 他对政治的批判呢 刚好就是抓住了当时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政治批判来创立他的新的哲学 也可以说是启蒙思想的这样一个哲学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所以对于这个政治的批判的重要性啊 何诗啊 他因为马克思跟何诗啊写了一封信 他就说这个 他跟那个卢格啊什么都写了信 他觉得 我觉得 他说我觉得其他的思想家 就说都只能是从这个宗教批判上面入手 他说我认为的应该开展公开的政治批判 而且这个观点他也跟何诗讲了 所以何诗呢 就对这个马克思有一个 通过和马克思的通信 和马克思的联系了解 他就发现马克思是一个天才 是一个天才 刚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 他创造了他自己的思想 所以他就当时呢 给他的这个朋友写信的时候啊 他就把马克思啊 做了一个评价 他说马克思博士 是世界最 世上最伟大的 或许是唯一的天才哲学家 他很快就吸引 所有德国人的眼光 他将给中世纪宗教和政治学以致命一级 他将最深刻的哲学严肃性 与最敏锐的智慧结合起来 假如将卢梭 福尔泰 荷尔巴河 莱辛 海涅和赫益尔融为一个人 我是说整体而不是并列 不是把他们和他并列起来 而是说作为一个总体 那么你把这些人啊 融为一个整体的时候 你都会得到马克思 你才会得到马克思博士 所以这个他赞扬 就是说马克思 马克思你要知道了解马克思 这些人的融合才能顶过一个马克思 你才能发现一个马克思 那就是什么 你看我们看到的啊 卢梭 这个福尔泰 荷尔巴河 莱辛 海涅 启蒙思想家 还包括他的这个浪漫主义 这个思想家 那么黑格尔是一个理性的 这样一个哲学家 那么所有的这样一些 就是政治理性 政治批判和理性的 这样一个 智慧的这样一个融合 你才能得到马克思 你才能得到马克思 所以这就是对马克思的 这个政治批判 以及马克思的这个哲学的 一个高度的这样一个赞扬 这是何事啊 写给他 不是他给马克思写的 是写给他的朋友的 就说你们要重视这个 这个马克思 所以这个马克思和 和斯的这个联系啊 也是保持了很长的时间 那么可以看出来 这个马克思啊 正是因为通过这个 政治批判啊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当中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第三个特点 就是说马克思建立 这个实践维吾主义 由于他的这个政治批判 建立了这个实践维吾主义 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 青年黑格尔派的 这样一个超越 超越 所以他超越了 整个的近代理性主义 他是属于现代哲学的 属于现代哲学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他的第二个时期 思想的一个发展 第一个时期的 这样一个思想发展 第二个时期的 从1846年 就是说从他下半月开始 就是对普鲁东的批判 那么到第二个时期 一直到七十年代 那么这个时期呢 马克思系统的探讨 和闪发了维吾主义的历史观 创立了资本主义理论 从1846年到1848年 马克思开展了对普鲁东的经济学的批判 那么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中呢 开阔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历史主义的方法 并且把这个方法运用于 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当中 特别是他以这个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 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 和共产主义世界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那么这一个时期的思想成果呢 就体现在共产党宣言当中 共产党宣言当中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 那么马克思恩克斯又清理了 1848年到1849年的欧洲革命 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企业 在这样马克思呢 所以在48年到49年以后呢 就开始开阔实际斗争的经验 创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散发了历史规律和人等活动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为他可以以历史规律的 这样一个理论为方法 来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 这个时期他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成果 就是1857年到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手稿 以及1863年到1867年的经济学手稿 以及资本认的这个试卷本的准备工作 这是马克思这一个时期啊 非常重要的成果 重要的成果 这个1867年呢 马克思资本认的第一卷出版 第一卷出版 而资本认的出版呢 就标志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创立 理论创立 所以这个构成了马克思的 他的第二个时期的这个成果 我们把这样一个研究成果呢 实际上开阔为两个方面的 一个是总结一 欧洲1848年的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经验 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特别是他提散发了这个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那么第二个成就呢 也就是马克思创造了资本主义理论 这一个就包括他的这个正确批判 正确批判的这个草稿 或者他的那个我们叫手稿 然后还有这个资本认 他的资本认的发表 资本认的发表呢 他是有三个版本 一个是1867年 一个是1885年 一个是1894年 这是他这个时期的成果 然后最后一个时期呢 是第三个时期 就是70年代到80年代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 马克思探讨了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 创立了东方社会理论 创立了东方社会理论 马克思晚年转向东方社会的研究呢 他是有两个因素决定的 有两个因素决定的 一个呢是指导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 也就是说从17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70年代到80年代 西方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已经扩展了 已经向世界扩展了 并且摧毁了东方传统的社会结构 从而把整个世界都转入了现代化的运动当中 也就是说整个世界都开始走上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道路 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向东方的这样一个扩张啊 就引起了东方社会的反抗 那么这个时候呢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首先在俄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探讨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 为了指导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在晚年就研究了俄国的1861年的改革 思考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特殊性问题 这是他的这个第一个方面的这样一个研究 因为俄国革命呢 他有一个不同于这个印度啊 阿尔及尔啊等其他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他的改革啊不是一个被 不是这个 虽然都是受到这个西欧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影响 但是呢 他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 其他的国家呢是通过这个殖民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 而俄国呢是通过自身的 就是1861年的这个改革 这个土地的改革 那么由于这样一场改革呢 使这个他的自身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起来了 那么这样的俄国革命呢 他的这个发生呢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就说俄国人们在他原来的 因为他原来是中法式经济 能不能在他原来的这样一个春色的这个基础上 他是一种春色制度 中法式经济是春色制度 那么能不能在这个春色制度 也就是说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特点的这个基础上 跨越资本主义的卡普丁峡谷 直接进到社会主义 这样一种形式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特殊的这样一个形式 在西欧呢 他不具有这种形式 他一开始就是一个 以个体为基础的这样一个 私有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东方呢 他是一个极权制的这样一个社会 他有这个天然的这样一个社会主因素 那么这样一个因素 能不能成为这个 他的新的革命的这样一个起点 所以马克思呢 为了当时这个俄国革命呢 查书利奇呢 也写了信给马克思 就是说那你说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的 马克思当时呢 就是为了指导这个俄国革命啊 就是说你把所有的材料给我来研究一下 所以当时他大量的研究了这个俄国的 1863年的这个改革 然后来研究这个俄国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这样一个特殊性问题 强调这个对晚年的这样一个研究 第二个因素呢 是当时民俗学研究的兴起 这个民俗学啊 他的当时的研究的主要对象呢 是研究古代公社制度 研究古代公社制度 既探讨西方的古代公社制度 同时也探讨东方社会的春色制度 以及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当中的命运 就是这个东方的这样一个春色制度啊 他是怎么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当中被摧毁的 他是如何被西方摧毁的 如果探讨这个西方的古代公社制度 你可以看他一个自身的这样一个瓦解的这样一个过程 比方说摩尔根的这个古代社会 后来这个马克思做了笔记以后 把笔记给了恩格斯 然后恩格斯呢 就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探讨了这个西方的这个私有制的产生 以及国家的这样一个形成 对他作了一个描述 那么还有呢就是 古尔利夫斯基的他探讨了什么 就是东方的就是俄国的这样一个农民春色制度 他是怎么在西方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压力下 最后被崩解的 是怎么崩解的 所以他研究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对这个对东方的这样一个农民春色 这个春色制度以及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命运呢 使马克思啊能够研究 一个是研究这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 他在西方他是怎么起源的 做一个人类学的研究 如果说马克思在这个之前做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他是做的经济学的研究 所以他是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 来分析私有制的产生 但是这一点呢是不够的 那么到晚年呢他用人类学的 就是从一个文化人类学的眼光 来重新研究这样一个思想起源 那么同时呢 东方的这样一个春色制度 及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当中的命运呢 就给予马克思啊 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问题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这个全球化 是如何可能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所以马克思在晚年的时候 就集中精力研究了民族学 广泛的收集了这个民族学的笔记 做了这个大量的遮录和笔记 提出了自己的这样一个见解 提出了见解 当然这个马克思在晚年的这样一个研究呢 他呢还没有这个系统的像资本人那样 写出一部完整的作作来 但是呢他的很多思想 包括一个是民族学笔记 一个是晚年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和民粹主义的这个书信 从这样一些笔记的 做的这个笔记的一些批语啊 一些评论性的这个批语 以及和这样一些通信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啊 思想特别对历史规律的一个 世界历史规律的一个变化 如果他在这个研究这个 写资本认的时候 是强调这个资本主义发展啊 就是强调人在历史发展 一个铁的比蓝性啊 他也有一个铁的比蓝性的 这样一个规律 一个决定认的这样一个规律 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 他在研究东方社会的时候呢 他就在这个通信当中 特别给这个祖国祭祀的信当中 他就提出来就是说 我先前讲的那个规律啊 他只适合于西方 适合于西欧 他不能够说用到这个 所有的这个每个国家 他说这个历史的发展 即使是相似的这样一个 这个情况 但是在不同的国家 他也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 发展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呢他说 如果你要是把这个西欧的模式 到处套的话 那么你是不能说明历史的 不能说明历史 所以到了晚年呢 他更强调 在这个从这个东西方的 这样一个角度 特别从这个文化的 这样一个研究上面 来重新思考 这个世界历史的 这样一个发展问题 这样一个发展问题 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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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